连日来,海外大纪元和新唐人等网站遭到中共黑客攻击 大陆近千名曝光北京出事的人士被拘留 微博评论被关闭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组织的新一轮反扑 以阻止政法委的罪恶被曝光 许多大陆民众用亲身经历揭露 政法委所作所为超过纳粹的盖世太保 上海中边维权人士毛衡凤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说 大陆一党独裁,没有任何法律的尊严 中共官员的权力大于法 随意迫害民众的劳教制度就是政法委搞出来的 但他现在只有暗暗的手段 跟我们用毒针,用毒药,害我们 害得我们生命非常非常怕 有的人甚至也都死了 我认为就是这个劳教制度 一定这个恶法一定要铲除 政法委要铲除 重庆维权人士韩良表示 中共设立的政法委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荒唐事 取消政法委我肯定是双手赞成的 我肯定是双手赞成的 因为法律是最高,最高的政策 在法律上在那个政法委 那不是那个法律被政法委管输了吗 这个很荒唐的意思啊 大陆学者张赞宁认为 政法委从成立以来就没有干过什么好事 干的都是坏事 大陆渊明大同盟干事吕隆珍认为 应该取消政法委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还会是换汤不换药 新唐人记者易如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